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农业上天赋异丙 极具优势 有全球最好的耕地资源和最为机械化的农场 甚至原来流传一个传说 只要美国农场开足马力足够养活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但是2023年却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 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两千年 今天历史再次轮回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按点赞 我们接着看 一个坏土豆作品 播讲 张家琪 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根据美国农业周刊最近的报道说 美国农业出口额2023年比进口额少200亿美元 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从最高峰的1960亿美元猛跌到了1430亿美元 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是粮食出口国了 居然成为粮食进口国了 不仅如此 美国农业部预测美国粮食出口将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在下一个财政年度 也就是2024年 农产品逆差将在305亿美元左右 美国的农场主们原来从来不为销售发愁 但是现在他们的粮食动不动就滞销 卖不动了 为啥呢 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的粮食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 而我们在持续减少对美国的订单 如以往中国每年进口的玉米来自美国的占比70% 从去年开始我们对美国的玉米收购下降了48.72% 更多的从巴西进口 这直接导致美国失去了最大玉米出口国的地位 美国的玉米瞬间滞销 不仅如此 美国也丢掉了全球第一大豆出口国的地位 把这个称号也给了巴西 仅仅是因为在2023年前九个月 中国进口的巴西大豆同比增长了18% 可以说中国随便一个举动 都可以改变美国乃至全球农业贸易的走向 最近的一个星期 中国取消多个美国小麦订单 导致芝加哥期货市场 小麦期货价格暴跌到2020年的最低水平 甚至低于俄乌战争之前 看到这些数据 美国的农场主们对美国政府破口大骂 而美国愤怒地对中国说 我要抢走你的TikTok 继续围堵你的芯片产业 封锁你的新能源车 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求我给你出口粮食 但是很显然 以后美国农业出口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在2022年时 中俄正式签署两国历史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合同 未来12年内 俄罗斯将向我国出口7000万吨的谷物 油类和油菜籽等农产品 从俄罗斯的进口多了 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自然就少了 7000万吨是什么概念 去年我们给了美国一笔 他接到的最大粮食订单是60万吨大豆 美国高兴的都快哭了 现在7000万吨粮食订单给了俄罗斯100倍以上 粮食这个东西从来没啥不可替代性 那为啥买俄罗斯的 别的不说 俄罗斯2023年从中国进口了90万辆汽车 这是所有进口国中遥遥领先的 当然我们要投桃报李了 美国现在已经不知道给中国卖什么东西了 它已经没啥东西可以卖了 202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 家具 玩具 纺织品等传统中低端制造业的占比 已经越来越小 占据决定性优势的是机械 电子 光学 医疗设备类的科技产品 出口额为2077亿美元 占比高达45.38% 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呢 最醒目的就是农产品 含植物油 谷物 肉类 水产品 这些占总额比高达15.66% 再有就是矿物资 石油和天然气占总额比高达15.41% 但是美国给中国出口的这些东西 毫无技术含量 到处都是替代品 一堆国家求着中国买 当然美国其实也是有东西卖的 比如目前还能暂时领先的芯片 但是美国不想卖 逼着中国自己研发 美国还想给中国卖波音 曾经是对中国的最大贸易项 但现在伴随波音事故频发 2022年中国向空客下了2500亿的最大订单 同时由于中国国产大飞机的出现 以后几乎就没美国什么事了 美国实在没啥可以卖的 就拼命地忽悠中国买它的农产品 其实在未来 美国能卖的东西必然是越来越少 2022年中国作为最大贸易国 拿走了全球顺差的三分之一 而且你要记住 中国几乎是唯一顺差的工业大国 其他国家的顺差都靠卖能源 卖矿石 卖粮食 2023年的全球数据还没出来 但是因为美联储的持续加息 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乏力 根据最新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网站发布的报告显示 全球贸易额对比2022年 大约下滑了5% 所有国家的出口基本都在萎缩 而中国2023年全年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出口增长了0.6% 进口减少了0.3% 也就是说 中国几乎是唯一一个 出口持续增长的工业国家 而且一去一来 在全球顺差中的占比又提升了 到了2024年 中国出口又开始迅猛增长 前两个月出口增长了10.03% 进口增长了6.7% 贸易顺差 搜的一下增长了20.6% 而且出口增长最快的三大件 分别是汽车 家电 船舶 分别增长了15.8% 24.3% 180.6% 你看了这个数据就知道 中国出口将持续扩大 贸易顺差将持续增长 尤其是汽车才开始发力 而船舶 我们刚搞定了LNG船 和大型邮轮的核心项目 我认为 再过5到8年 中国甚至有可能拿下 全球贸易顺差的二分之一 吊打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前段时间 冯德莱恩说 欧盟不会接受对华贸易 长期不平衡 欧盟拥有保护其市场的工具 它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长期不平衡 因为欧盟贸易中 中国长期处于顺差 而且顺差还在扩大 中国一直是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2023年 欧盟进口了5012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但只对中国出口了2817亿美元 你差达到了2195亿美元 看了这个数据 欧盟怒了 说你这做的不对啊 这不是典型的半边来往吗 我买了你这么多东西 你为啥不买我的东西呢 针对冯德莱恩的提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 相反 我们通过积极举办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欢迎各国更好共享 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市场 中国说 卧槽 这怪我咯 是我不买你东西的 我把我全国市场都摊开给你了 完全给你共享 你随时可以过来卖啊 我欢迎你过来卖 但是你得有啊 你有啥东西能让我买啊 中国说全球这么多国家 就我一个在搞进口博览会 就希望买你的东西 但你得有东西让我买啊 的确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见不到欧洲制造了 也看不到啥欧洲品牌了 三年前我们还挺想买欧洲的光刻机 结果欧洲把光刻机当个宝贝捂着 尤其美国一威胁 欧洲更不敢卖了 阿斯麦说 中国永远做不出光刻机来 结果就三年时间 我们就鼓到出自己的芯片来了 光刻机也没人关注了 欧洲傻眼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 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越来越少 全世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但中国能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还能进口什么呢 第一是粮食 总要换换不同的口味 但这个完全具备可替代性 就看中国想把订单给谁 第二是能源 但是伴随中国新能源的发展 新能源装机量越来越多 再过十年 搞不好成为能源出口国 第三是奢侈品 比如意大利的皮包和法国的服饰 但是伴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提升 签西方文人的忽悠能力越来越差 中国品牌力在未来必然会有所突破 第四是教育产品 无数的中国留学生 慕名到欧洲与美国去学习经济 思考怎样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 让他们二十年的时间 能够创造奇迹停滞不前 但是留学西方的水硕和水博 也越来越不好找工作了 竞争力不断下滑 未来这个订单也会减少 现在西方主要是靠奢侈品和教育产品 向中国收智商税 如果有一天西方的品牌力再一衰弱 奢侈品也卖不动了 可能就真崩了 那中国就全是出口 不知道进口什么了 这个问题就尴尬了 大约在公元前一百年 丝绸之路被开发出来后 中国源源不断地向西方传播文化与技术 那个时候 中国的丝绸 陶瓷和茶叶对西方来说 是唯一认可的奢侈品 只有黄室才配享用 如丝绸到了罗马 几乎等价于黄金 但西方世界从来不知道给中国提供什么产品 明朝时 西方世界在美洲疯狂地劫掠黄金白银 接着带着超过三亿两白银到中国 采扣中国制造 不远万里运回欧洲 但是白银到了中国就出不去了 因为欧洲不能提供任何对中国有吸引力的产品 也是这个核心的原因导致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向外扩张的动力 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 大明派遣郑和进行了七次海上远洋 航行共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最远到达东非和红海 你别以为中国的大航海就是为了什么彰显国力 更不是为了百阔 人家没那么蠢好不好 郑和也想做贸易 带产品回国销售 在初期的时候 郑和下西洋其实是盈利的 因为找到了核心产品胡椒 在苏门达腊买回来的胡椒 在当地的采购价格 仅仅是美金只需要白银0.01两 而运回大明的时候 售价暴涨到美金0.2两 足足有20倍的差价 即便是将所有的运费成本全部抛去 这样的利润也是特别的可观 但是因为郑和下西洋运输量极大 胡椒的价格马上直线下降 第二次价格就直接下降到0.1两美金 到第五次 大明干脆直接拿胡椒当凤露 发给大明官员了 大明官员还不想要 唯一的核心产品没有了 下西洋还怎么挣钱 西方的大航海是有明确目标的 因为不仅仅是中国的奢侈品 连印度的香料也是他们的商业目标 但是我们的商业目标是啥呀 我们出去能卖的东西很多 但是能买啥回来 大明想了一百年都没想清楚这个问题 最后只能无奈地停止了大航海 1784年 美国专门打造了中国皇后号 去中国做远洋贸易 从中国进口的瓷器 茶叶 牙雕等 快速成为了美国的畅销品 连华盛顿总统都买了数百件瓷器 策划与支持中国皇后号的 美国官员莫里斯 因此而被美国政府任命为 第一任财政部长 美国国会向全国发布了 对首航贸易的通报表扬信 但是问题很快来了 中国的商品在美国非常受欢迎 但是美国能够给中国卖什么 美国的羊毛 铅块 毛皮 在中国市场根本卖不动 西洋参是唯一能够拿得出手 勉强卖一卖的货物 结果每次美国的商船返航后 中国的商品一天卖光 美国的商船抵达中国后 他们的商品半年都卖不掉 这贸易很快就搞不下去了 所以西方现在动不动 就对中国说贸易不平衡 中国说你少逼一逼 其实我比你还急 关键你能给我卖什么 我们为什么急 因为如果再这样的话 贸易就搞不下去了 再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 如果想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是不可能大规模的顺差的 否则其他的国家都只想买中国的东西 他们没东西给中国卖 怎么可能会有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呢 那为啥历史又走到了这一步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一路飞奔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但是美国带头 整个美西方集团在比烂 尤其欧洲是躺平的最踏实的 这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问世 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人工智能 毫无建树 于是他们能卖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 中国说世界好了 中国才能更好 这绝对是一句真心话 中国说 美国啊 你带着你的小弟快点发展吧 好歹我也能多进口一点东西 否则这个国际贸易 你让我怎么做呀 结果美国说你少忽悠人 谁要和你比好 我们就要比烂 美国说我给你卖波音 中国说我去你的吧 你们的工人边嗑药边打飞机 还把自己的吹哨人给干掉了 这样的垃圾玩意儿做出来谁要啊 还是留给你们自己用吧 中国说你们能不能好好振兴自己的工业 再这样的话 贸易都搞不下去了 总不能半边来往吧 我不可能把顺差都拿走吧 美国说我学个卵 我要抢你的TikTok 到上面刷爽剧 看霸道总裁和屌丝逆袭 很不幸的是 历史又一次来到了轮回 1840年 英美实在没东西给中国卖 开始卖鸦片 终于扭转了贸易逆差 2024年 美国说我竞争不过中国 干脆闭关锁国 中国想想 觉得做生意不能半边来往 捏着鼻子买美国的大豆和英国的牛肉 再多的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呢 C919突破之后 空客和波音的产品再也卖不动了 新能源王者地位奠定后 他们的汽车也卖不动了 只能说幸运的是中国没有石油 否则我们要拿走全球顺差的一半以上 再如果中国发现超级大铁矿 那后果更严重 否则美元到了中国 就和白银到了大明一样 根本出不去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买啥 但是历史只能轮回一半 美西方集团还能卖鸦片吗 他们连这个心思都不敢动 因为我们有东风快递 况且全球最大的毒品市场 早就已经确定了 那是在美国 中国以一己之力 拿走了全球三分之一的顺差 美国以一己之力 消耗了全球50%的鸦片类药物 中国成为了全球工业霸主 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德日韩 而美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毒品市场 妥妥地吊打全球 美国说你们看我牛逼不牛逼 我一个人磕的药 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 磕的都多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